大家好 我是小屁 這部影片要來分享 龍鬥士王族大改版新增的13個聖物 以及記得先將萬能補充寶石留下來的原因 影片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並且打開小鈴鐺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13種新聖物的屬性 可以看到有多了金色的1個 然後紫色2個 紅色3個 藍色4個 以及綠色3個 其中紫色的羅德之劍 它是指聖物可以吸血的 看完新聖物之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之前NC在大改版的時候 有提到說海賊島將全時段開放 那我自己在這個交易所當中 我也找到了全新的海賊島補充寶石的這個蹤跡了 所以說你今天如果有萬能補充寶石的各位 不妨先扣著然後等 之後的海賊島它正式出來的時候 你再來看看它這個地圖好不好打 然後再去做決定說 要不要用這個萬能補充寶石去做海賊島補充寶石 但是目前來講的話還不要說萬能補充寶石能不能夠做海賊島補充寶石 畫面上就是這個海賊島補充寶石 它是一個藍色的這個 好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影片內容 想要知道天堂M最新的消息 以及情報攻略的話 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並且打開小鈴鐺 我小屁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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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再次放過 小屁Youtube 今天 吉他 和